彻底被打服 张本志和赛后12字说出新声 恭喜刘国梁终于等到这一天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阿三砍球 我是阿三 在视频开始前辛苦大家常按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按阿三的视频给更多关注国拼关注张本志和的球迷看到 谢谢大家 接下来和大家说一下那么张本志和呢最近的一个情况 那大家也知道现在WTT世界杯呢已经是正式结束 那么在最新的一项 向那个南单的项目当中了那么樊正东对战张本志和也就这种是以 4比2的一个非常大的优势了打败了张本志和夺得了本次世界杯的总冠军 那么对我们国拼来说这样的一个结果呢自然是一个好的消息 那么我们也知道了 樊正东在本场比赛当中确确实实的也表现了相当出色 那其实我们也看到包括业内的很多民主也提到了那其实这一次比赛 几乎是没有悬念的 因为根据场上的表现可以其实可以发现 樊正东的和张本志和就不是一个等级的选手 所以呢其实双方交手起来 只要樊正东这边的表现正常的话那么基本上拿下比赛 是没有太多的一些问题的 所以其实对张本志和来说虽然他来势汹汹 而且在赛前可能呢也是希望想打败中国队的选手 但是无奈现实呢太过于残酷 他根本呢也是付出了全部的努力 都没有办法让这样的一个结果实现 所以我们也看到其实啊张本志和在最后一棒的时候输掉球之后呢 他也是彻底有些崩溃 不仅仅是哭上这脸 而且也是呢低着头啊 蹲在地上长时间不起来 可以看得出来可能这样的一个结果对他的打击确实蛮大 那么他可能在那一刻呢 我估计都在想象说 自己是 到时候 这10年以后的话怎么样去打败中国队这么厉害的选手呢 我估计对他此时此刻来说应该是挺崩溃的 包括在赛后的采访当中那么我们也看到其实张本志和呢也是在采访当中说出了自己的一个心里话 他说与其纠结对方不由做好自己 其实这12个字呢也算是说出了他目前的一个态度 那我相信张本志和呢他估计也现在看清楚了自己呢和中国对这些主力实力的一个差距 所以呢其实与其去给别人啊去给自己的一些失败找别人的理由呢 还不如说那其实从自己的身上去找问题 好好去总结 好好去提高自己 那么这样一来呢 可能才能够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那么我们也看到 其实啊张本志和呢 我觉得他这一两年的一个状态或者说他的一个态度呢 真的是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那么在过往呢他可能其实态度确实是过度自信 甚至呢 可能在赛后即便是输掉比赛 也要为自己找理由 那么说自己为什么会输 主要是因为对手给自己的干扰啊或者说赛场那些问题啊等等的 可能呢他确确实实会给自己的一些失败找各种各样的一个理由 可能也是为了逃避这样的责任 但从现在来看呢其实我们也看到张本志和呢 也许也是看到了实力的差距 所以现在呢更多的意识到自己的不足 知道自己呢还需要拼命追赶才能够去摸到 樊正东的那些主力的后背 所以呢他才会说出这样的一番话 想回去 好好总结 那么说出了自己的内心真正的一个想法 所以可以可以说其实对我们国平对刘国良来说呢 也终于是等到这一天那个到来 因为我们也知道在之前呢 其实我们一直都很担心张本志和呢 是我们有最大的一个障碍 那么确实啊现在也是我们夺冠了一个最大的主力障碍 但是我们现在我们国平的主力呢 随着马龙他们的逐渐要退 逐渐老去之后呢 那么我们新一代的主力也逐渐上来了 也逐渐成长起来的 所以即便是日本这边的不断涌现出一些天才球员 但是我们国平这边呢也终于等到了我们人才不断涌现的一个时期 那么我们呢其实也完全没有必要去惧怕日本这个对手 我们完全也有底去去和对手呢继续对抗 所以总的来说在这里也要恭喜一下刘国良 恭喜一下国平 那么我们这些年来做了一个 接力的一个努力呢 也确实没有白费 我们也期待 有樊正东这一代的一个年轻主力能够继续带着国平 在下一个10年里面继续取得好的成绩 好了本期的阿三砍球就来到这里 喜欢阿三的记得点赞 关注评论分享 我们下次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 拜拜